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熊 继续为您带来以汉战士的最新消息 一 哈马斯称10月7日袭击是必要步骤并承认错误 哈马斯称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必要步骤 但承认对以色列安全和军事系统的迅速崩溃 以及与加沙边境地区造成的混乱发生了一些错误 法院社报道 哈马斯 1月21日 发布一份长达16页的报告 这是该组织第一份以英语和阿拉伯语发布的公开报告 证明他们突破加沙军事边界时的袭击是正当的 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的数据 他们的袭击导致约114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哈马斯说 这些袭击是对抗以色列 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阴谋的必要步骤和正常反应 他们在袭击中扣押了约250名人质 加沙卫生部星际天成 以色列的进攻 已造成加沙至少2万5105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哈马斯 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加沙的侵略 停止对加沙全体人民实施的罪行和种族侵袭 哈马斯拒绝任何国际社会和以色列 为决定加沙战后未来而做出的努力 声明说 我们强调 巴勒斯坦人民有能力决定他们的未来 并安排他们的内部事 并补充说世界上任何一方都无权代表他们做出决定 当时 这些恐怖分子杀起人来有多兴奋呢 现在又有多惶恐 哈马斯以为这次还能像之前一样 杀完人绑架人质 然后用平民承接以色列的报复后 以交出人质为条件停火 但他们万没想到 以以色列这次跟他们来真的了 人质固然要救 但哈马斯也要消灭 最后加沙被离了一遍 这位恐怖袭击据点的医院 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隧道更是被灌水 被扎平 加沙平民颠沛流离 早日无此何必当初呢 二 以色列批评冻结向加沙转移资金的计划纲要 以色列安全内阁 1月21日 批准关于冻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计划纲要 相关资金将由第三方保管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这计划纲要 由以色列总理 财政部长和战略事务部长制定 美国保证落实 美国和挪威尊重以色列 关于指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停止向加沙地带转移资金的计划 以防 截流的相关资金 不会转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而是由第三方保管 声明说 除非得到以财政部长批准 否则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相关方转移相关资金 一旦出现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 以财政部长将立即冻结所有巴勒斯坦的相关资金支付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确认 以防截流的相关资金将由第三方挪威保管 另一据路透社报道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 他希望获得全额资金 并且不会接受阻止他向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工作人员 支付工资的条件 巴解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谢克赫星期天在色媒平台上说 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削弱我们财务权力 或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向加沙地带人民支付工资的条件 根据巴以双方1994年签订的巴黎经济议定书 以色列负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税 并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定期将税款移交给巴方 作为一种向巴方施压的手段 以色列先前数次断供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际由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每一年将约30%的预算 用于加沙地带医疗和社会旧物主乡 支付电费和公务员薪资等 新轮以哈冲突去年10月7日爆发后 以色列于去年11月宣布 截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原定拨给加沙地带的资金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星期天说 七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有超过25000人死亡 以色列方面说 冲突造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理应如此 三 内塔尼阿胡拒绝哈马斯 释放人质条件 坚决不撤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阿胡 完全拒绝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以释放人质作为条件 换取结束本轮以哈冲突的要求 彭博社报道 内塔尼阿胡1月21日晚 发表视频声明说 哈马斯要求我们结束战争 从加沙地带撤军 以换取释放我们的人质 他说 哈马斯还要求释放去年 10月7日 杀害约1200人的恐怖分子 并要求哈马斯继续存在 内塔尼阿胡说 如果我们同意这些条件 我们的士兵就会白白牺牲 下一个10月7日迟早会到来 这只是时间问题 他说 以色列有义务争取所有人质获使 但哈马斯提出的条件 凸显出一个简单的观点 那就是 胜利是无可替代的 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才能确保哈马斯被消灭 并让我们的所有人质回家 他说 加沙地带必须实现非军事化 并置于以色列的全面安全控制之下 他在以色列 由约旦和以西 所有领土的全面安全控制方面 不会做出妥协 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星期天说 去年10月7日 西伦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共有超过25000名巴勒斯坦人 在冲突中死亡 以色列方面说 冲突造成13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 目前 人有100多人被扣押在加沙地带 这次 以色列算是清醒了 以往就是因为妥协 被恐怖分子偷了家 这次的教训 不可谓不惨痛 再不反击 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了 四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 致伊朗士兵死亡 伊朗总统不会置之不理 伊朗总统莱奇说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 造成了五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丧生 伊朗对此不会置之不理 以色列星期六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发动空袭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其中五人是伊朗革命卫队成员 伊朗随后表明保留回应的权利 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 莱奇在总统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 称以色列应该为此袭击负责 莱奇对高级烈士的家属致以哀悼 并发誓要为他们的死报仇 他称这起袭击是对伊朗五名最杰出顾问的 诺夫式的暗杀 是恐怖主义和犯罪 显示以色列面对抵抗这一线战斗人员的 绝望和软弱 我们不会坐视不理 伊朗革命卫队是伊朗一直重要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力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 一直驻扎在叙利亚 此前报道称 与依序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的消息人士说 伊朗革命卫队在周六被袭击的住宅楼内 有军事顾问办公室 18时伊朗人员在那里开会 这场空袭发生在大马士革 西南部的梅泽赫居民区 当地有军用机场 联合国驻大马士革总部 大使馆和餐馆袭击发生后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引述知情者报道 革命卫队驻尼亚的情报主管 其副手和另两名革命卫队成员 在机器中丧生 另据叙利亚国防部称 这次袭击还造成一些拼命的死亡 近十多年来 尼斯特一直对叙利亚境内的蓄军注点 以及与伊朗有关的目标进行轰炸 去年11月7日 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 以防称 袭击造成了1200人死亡 双方爆发了冲突后 以色列对叙利亚和利巴嫩的攻击更为猛烈 周六对叙利亚的袭击 再次加剧了紧张的中东局势 据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门通报 加沙地带又超过了24900人丧生 在加沙之外 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近两个多月 持续在洪海袭击国际船只 美英军队已联手 对也门的胡塞目标实施打击 在以色列与利巴嫩的边境地区 小规模的交火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近日 伊朗和巴基斯坦也互相发动空袭 要搞武德输出 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堂堂一朗 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节目最后 看见朋友们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激过一点小小的赞赏和鼓励 谢谢大家了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破洞人 感谢一路由你